就有一次我妈视频给我聊天 就是说见一下你的男朋友 然后就走过去 他们就见面嘛 就视频上看 然后我妈当时就你知道你 丈母娘见你去第一次客套一下嘛 她就说我闺女毛病挺多的 你多担待着点 就多包容她一点 她倒好当时一本正经 也安慰起我妈 她就说没事啊阿姨 她那些被你宠出来的毛病 我一点一点全给她开掉 我当时我不知道怎么说她 我当时就想找个地方关进去 简直是一个大孩子就完全不知道 我妈当时开玩笑呢 只有我妈打电话 我什么眼光就是 孩子看上去有点傻 傻兮兮到这种感觉 对对对 还好还好 对你好吗 还行吧 没二心吧你 没二心啊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 阿姨落件事吧 不是不是阿姨当时这样说了吗 我当时没想到啊 然后我这想的是 顺着阿姨的意思讲下去 她不是说有毛病吗 我就想着对对杀呀没错呀 然后我就把毛病给她改掉 应该就没问题 行了你就别解释了 越解释越乱 你们现在应该在实习对吧 对 你说实习真是我真的特别来气 她做事跟正常人思维都不一样 有一次吃饭 那个老师就问她说 你有没有对象啊 她当时没有 我是你女朋友 她当时回答没有 你说 当时不是刚去医院实习吗 然后老师问我有没有对象 我就想 要是说有对象 老师肯定认为就是我没把心思放在学习上 我觉得对我 看来这臭小子不傻 对我 对我 对我的工作和实习可能会有一定影响 然后我就这样说 你说你只是怕因为老师觉得你心思没用在学习上吗 还是说我没有跟你一起考研 就是我成绩不如你 我给你丢人了呀 就是 就是因为他跟老师说他没对象那事 结果那老师给介绍一女孩 结果他就去跟那女孩相亲了 你说有男朋友不是女朋友跟其他女孩相亲的吗 我是你女朋友 你把我放在什么地位啊 我就想老师给我介绍的 我也不好意思拒绝他老师嘛 然后我就想的是 就我这样的正常女孩都看不上 所以我就去了 你意思是说我不正常 我瞎了也看到你了 就结果那个他跟那女孩第二次见面了 第二次还见了 你第二次见面我就不说他嘛 结果他回来回家 他还告诉我 他就说 我帮他让我跟他一块把这事瞒过去 叫我不要去医院找他 就这一年就 可能就不要让他老师看见我嘛 我是你女朋友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我为什么不能去医院找你啊 主要是我 这件事发生的有点超出我的预想 没跟着那几题步都走 我觉得 他不是已经涉及了原则分明的问题了吗 然后我回去 你还知道 然后我给他解释了 所以女生觉得完全没法处了是吧 现在我就觉得他这种 低情啊 而且就就是实行那件事嘛 我就感觉他完全没把我放在心上啊 到底对我们未来是 有没有个明确态度啊 就之后发生一件事 就我心里就疑婚就会更大 就产生更大 之后嘛 我闺女妹就准备结婚嘛 就叫我陪她去试婚纱 你知道那种小女生看见婚纱 肯定心里就特别激动嘛 就肯定想上网啊 穿上婚纱幸福的感觉 而且我羡慕别人就是相处半年 他们都发展成那样了 结果我就开玩笑问他 我就说你打算怎么娶我啊 他当时犹豫了 他对我们未来都没有想法 太犹豫了 我当时不是觉得我们都是学医的嘛 然后现在医院受的都是一些研究 生量博士生之类的 我就像我们两个学医的 然后我就应该一起去考个研 当时我不是带着他一起学习考研吗 非常努力 然后复习到一半的时候 他突然跟我说他不想考研了 那你考了吗 我考了 但是当时我很生气 我觉得 因为之前我付出了那么多 然后任务的加油道 然后一起独立 他听了给我说不考了 我就觉得我们两个 对未来的一些打算 可能就不太一样了 你考上了 对 我当时我在想嘛 我一个小女生 我对自己没那么高要求 我没必要那么拼 我不考虑 我觉得我没错啊 但是 其实不是 他去吃婚纱那件事吗 之后我就觉得 他有点不肯抵御 为啥 因为他 不是没事 然后就数了我 罚我占军资 然后整天唠叨 他罚你占军资 对啊 经常这样占 经常啊 对 你为什么罚人家 就是他总说我唠叨 然后我当时他一直说我嘛 我心里肯定 就我们相处两年 他都没给我们个说法 然后我心里肯定就 你知道女孩子吗 就那种有点 把那个小牢骚啊 就让他去占了一下 他人也比较傻嘛 呆子一样 你真觉得他傻呀 你说他傻他也不傻 他就对我们感情的事 就不伤心啊 你害羡 Quiz 你说他能不能有 Foili 可以与你 感谢观看